而以色列也加码公布了一段哈马斯领袖辛瓦的影片 拍摄时间点就在2023年去年的10月6号 也就是哈马斯入侵以色列挟持人质的前一天 影片当中辛瓦是带着一家大小躲进地道 两个男孩走在最前面 接着是满头白发的辛瓦 她拎着一个白色的大塑胶带 不过更引人关注的是跟走在最后的这名富人 根据以军阿拉伯与媒体发言人的说法 她就是辛瓦的太太 尤其她手上拎的一只爱马仕薄金包 可是价值三万两千美元 大约要价新台币一百零二万 以军发言人指控辛瓦在哈马斯大开杀戒之前 吃钱带着家人走进地道 来回搬运各种物资好几个小时 将个人生死放在加萨民众之上 成瓦的太太太 糖色安 Hon 好几个小时 食官 这一切由 好几个大塑 吃前几个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